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跌超过了1% 但是另外一方面看到北镇武林指数 确实有一个逆势的上涨 一度是超过3% 整体来看个股还是跌多涨少 两市是超过3200支股份 漂率下跌 截至五间收盘 户指跌0.29% 深城指跌0.82% 创指是跌了1%以上 首先我们来请郭先生 带我们关注一下 今天A股方面的一个盘面焦点了 好的 确实应该说 今天各大指数还是呈现出 这样一个调整的状态 那么总体来看 市场还是维持这样一个震荡整理 上证指数又回到了 3050点附近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还是反映出 上方3100点到3150点附近 这种压力还是有待进一步的消化 但其实我们也最近也注意到 整个进入11月份 实际上内外环境 也都发生了一些变化 但是从整体来看 市场可能更多的 还是处在一个 存量资金的一个博弈 就像刚才主持人介绍 在北交所方面 出现大涨的过程当中 反而主板包括创业板 都出现了一个调整 就表明还是有这种 资金腾挪的这种迹象 另外从板块的热点 也可以看出 还是形成这样一个 轮动的一个状态 今天领涨的 更多的可能还是回到了 前期一些超跌的 包括一些区域经济 包括一些商业零售等这些 反而前期活跃的数字经济 包括半导体的 也都出现一定的回调 所以整体来看 市场似乎还是 有这样一个在底部消化 但是希望有一个进一步恢复 但是可能还是有一个 继续盘整的这样一个要求 好 我们也是最近看一下 这个人民币的汇价 近期这个汇率市场 似乎是出现了一个 反转的趋势了 人民币的这个中间价 今早是报在7.1254对1美元 较上个日是中间价 再上调了152点字 那人民币出现了反弹的走势 是不是意味着 这个A股的外部压力 正在缓解了呢 那人民币资产和A股 将会如何来到演绎呢 确实 应该说实际上 最近的人民币的大幅升值 肯定还是反映出 整个外部压力呢 开始有一个缓解的 这样一个迹象 因为之前呢 如果说市场在三季度 受制于一些外部压力 包括像美联储连续加息 以及美债收益率 持续飙升的情况下 导致人民币汇率 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贬值 所以呢市场也迎来了 类似像北上资金 持续流出的这样一个状况 所以呢当时市场的 这种悲观情绪 还是比较重重 但是到目前呢 看进入到11月份 美联储已经连续三次 暂停加息 而从目前的 最新的美国通胀来看 也是有一个明显的回落 可以预计呢 就是美联储加息 可能到头 所以呢 美债收益率 也有一个明显的回落 因此呢 给人民币汇率 带来了一个缓解的 所以最近一段时间 我们可以看出 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力度 还是蛮大的 所以呢 在这样一个情况下 北上资金又重新恢复了 一个流露的一个过程 因此总体来看 我们认为 汇率还是 反映出一个外部环境 逐步好转的一个机型 如果后期能够再结合 内部经济修复的 这样一个持续延续的话 那么国内投资者的信心呢 可能还是会有一个 激烈的过程 所以总体来看 汇率升值 肯定会对A股市 带来有利的 只是短期的调整 可能还是在等待 内部因素的发生 进行变化 明白 那另外我们也关注到 市场消息 就是说内地方面 将会将部分的房企 列入到一个 融资支持的白名单 那您认为 这样的一个 白名单的一个设置 那对于房地产企业来说 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我们也看到 有些分析会认为 有机会可以推动到房企 进一步的太弱流强 同时呢 我们也要关注 就是在这样的 一个白名单设立之后 金融机构 又会不会愿意来提供 对于房企的支持 那对此呢 投资者是不是应该 还是继续保持一个 审慎的态度 您会如何来看待呢 确实 如果说 有这样一个 白名单机制的话 实际上确实也反映出 政府给房企的 这样一个 重新的排序 那么也反映出 其实包括 之前我们看到 万科在跟投资人 交流的过程当中 深圳地方国资委 还是有一个明显的 担保的这样一个作用 所以呢 也可以看出 其实政府对房地产 还是有一种兜底的 一个行为 所以呢 如果有这样一个 白名单 我们相信 未来对这些企业 进入白名单的 房地产企业呢 可能在整个 金融政策 融资方面 应该说还会带来 一些便利 所以呢 这可能对房企 解困和缓解 融资压力呢 会有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改善 那么也给 整个房地产板块呢 带来一些 喘息的一个机会 所以整体来看 确实 如果有这样一个 过程的话 可以看到 在明年或者说 最近一段时间 一些超低的 超低的优质地产股呢 可能会迎来一些 反弹的一些机会 所以对投资者来讲 也是可以 适当关注一下 这些金融地产方面的 一些机会 好 另外我们也是 关注到这个 北交所近来的 表现非常的火 昨天的成交额 更是创下了 历史的新高了 那就在 A股震荡调整之际 这个北震 50指数 昨天也是大涨 超过4.51% 今早又在掀起了 一个涨停潮 您怎么解读 这种现象呢 而北交所的 这个持续的大涨 您觉得对于主板 又将带来 怎么样的影响呢 确实 实际上最近 主板各大指数 表现不文不法 反而呢 北交所来了一个 逆袭的行情 连续两天 都出现了一个 巨量上涨 而且今天也是 继续在 昨天的机种上 又再次收服失地 还是延续这样一个 比较火爆的一个行情 那么很显然 北交所的活用 也有北交所方面 包括证监会 对北交所的支持 包括政策上的 一些支持 那么各大 特别是因为 北交所里面 各大券商的 这种做事商的机制 还是要做 所以 相对来说 券商会 抓住这种 年末的机会 投资 自营方面 那些收益 但是我们也注意到 一个目前 北交所的这种 大幅上涨 更多的可能 还是一种 借助政策利好 一种脉冲的 一个行为 因为往年 都是北交所 是跟着创业板 跟着双重板块 如果说只有 创业板涨的情况下 北交所的估值 才有一个 进一步的提升 那么现在 反而是 有一个逆流 也就是说 北交所单独上涨 但是并没有带动 创业板的 走稳 所以相对来说 可能还是一个 局部性的一个现象 所以对北交所的上涨 我们觉得 还是要一分为矮 就目前来看 如果说 在目前整个市场 没有明显缺乏 增量资金的情况下 北交所的过度活跃 反而会吸引 一部分投资者 开始把注意力 转移到这方面 反而对主板 会带来一些 风流的作用 那么我们更希望 看到的是 应该说 就各大板块 还是保持一个 同步或者说 轮番上涨的 这样一个格局 那么这可能是一个 比较良性的一个现象 就目前来看 似乎还有所欠缺 所以 北交所连续 大规模的短期 脉冲之后 还是后期可能 还会进入到一个 震荡的一个过程 主持人 好 明白 非常感谢郭先生 设意时段于 我们的视频年线 以精彩的解读 我们也先去解广告 回来之后 还有嘉宾见股环节 感谢郭先生